从澳大利亚NBA球员的数据,可以判断那么国家篮球实力,他们作为亚洲地区的南篮老大有时候还可以和世界最强美国队死磕,今年是澳大利亚加入亚洲篮球联盟的第二年, 而他们也实现了三个冠军,分别是亚洲杯,U16冠军,U18冠军,去年代蜀军团第一次参加亚洲萨西赛事,他们派出了二队参加黎巴嫩亚洲杯,虽然仅仅是二队但是他们的实力还是十分强劲,一路过关斩将拿到了冠军,即使缅帝亚洲竞领中国队以及伊朗,他们都以缅压的优势轻松拿下, 在这里不得不提下澳大利亚在亚洲赛事实力还是十分强劲的,今年就在今年中国佛山举行的U16亚洲赛事,他们也很轻松就拿到了冠军,而他们打的五场比赛全部都拿到了胜利,决赛面对中国队的时候,大胜了24分轻松拿到总冠军,他们打的相对艰苦的一场比赛是和韩国队打,那一场比赛他们只赢了对方九分, 不管身体素质还是篮球技巧,澳大利亚南来都可以说是免牙级别的,刚刚结束的U18亚青色澳大利亚,也是六战全胜拿到了关键,场均竞胜44.7分,这样子看来只要有澳大利亚南来的存在,亚洲球队基本只能争取第二了。 当然了,澳大利亚南来加入亚洲区赛事,对于亚洲球队来说可以起到极其促进的作用,他们的存在能够让亚洲强队更多机会和世界强队交手的经验提升自己。